大家好,欢迎来到阿卡游戏频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12月28号的更新内容 以及一些官方公告的介绍 首先是从12月28号开始 每一天都会有一次SG十年抽的机会 以及官方公布了到1月3号期间的紧急任务时间表 这段期间的紧急任务会有额外的加成 玩家会增加100%的血量恢复 以及PPA自然恢复量会增加100% 会掉落换取8型特殊武器的稀有矿石 详细的紧急任务时间表我会放在下方的留言区 在这段期间的经验值以及掉落率会增加50% 预设技能的掉落率会增加100% 从1月4号开始 紧急任务的特殊能力掉落率会增加 转换武器的成功率会增加40% 以及特殊能力的成功率会增加5% 接着是会获得5张特殊造型的刮票 再来官方在2月期间会跟尼基三级合作 接着是2月的新紧急任务预告 我们此时所捡把这时遵復准备还建设 我想到的时间 我还有该这么一天 空心靠地在游戏中 在有死亡和整亚中 很多伙设的仁 被拐得超越光的刀 从这个世界开闪去 我以為你會不會有任何事發生的事 但我以為你會不會有任何事發生的事 我以為你會不會有任何事發生的事 エアリオ、リテム、クバリス、そしてスティアのアークスが手を取り合って一つの事に挑もうとしている 何としても、この戦いに勝たなくてはならない 勝利をこの手に掴もう 看完了紧急任务的预告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如果大家有任何补充或者想法的话 欢迎到留言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